在前面有老師 君 你這位是 Dr. Ging 謝謝大會的邀請 我想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讓我可以在這個場合跟大家來介紹社區JS 那我很快跟各位介紹一下我的背景 剛剛其實上一會的分享講這個 有其他的中年院 大家可能已經知道中年院有一個GIS的專履中心 所以我在我成立自己的公司之前 我是在中年院GIS中心服務 大概服務了15年的時間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其實就是 其實這個社區GIS不是我自己創的一個概念 我們在2016年在中年院服務的期間 就已經創立了所有的社區GIS 簡單講把GIS運用在社區 所以後來這一場的分享 會跟你們在上一場聽到的談論 什麼意思呢 上一場選法局做了一個非常棒的一個GIS的系統 它是屬於中央等級的 這樣很大的一個空能完善的GIS系統 那它是屬於中央等級 可是各位可能開始聽到後面的故事 或是地方的材料的時候 會開始設想說 那我們地方的材料 怎麼上去這樣中央的GIS的定態 讓中央的資料裡面可以看得到我們地方的資訊 從房災到人文到歷史到產業的發展到各種的庶民的社會故事等等 所以社區GIS的目的希望是有效的上 所以說這些資料是由民間 由地方的團隊 地方的學校 地方的社群 地方的NGO 共同來提供地方的故事 地方的資訊 然後可以有自己的數位平台 可以去做監製 做分享 做交流 最後還可以跟 由上門下的政府部門的一些GIS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平台 能夠做間接或是整合 所以我想這是社區GIS很重要的一個精神 那我想接下來我就用一些時間 來跟各位做分享 今天時間也比較長 可以來做這些事情 那本身呢 我也是今天的主辦談位 就是台北大學 台山學野歌中心的 這邊的名字叫做數位人文技術指導 那我想這個部分呢 我們事實上在2021年的水報 也跟海山學野中心一起討論 然後把2021年定調為 所謂的數位海山原理 其實目的就像早上的 配星研究員跟大家所分享到 就是說 過去海山學野中心呢 不斷在收集地方的材料 那我們就希望在2021年開始 結合了社群GIS的方法論 讓我們這些資料可以慢慢的轉移到 所謂的GIS的環境上 所以我想這個是 為什麼我們要把2021年定為 水位海山原理 這是一個最主要的目的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好 這個是在去年我收邀到台灣 這個名稱比較長 台灣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開放資料及品牌使用者 結合會去做社群GIS的分享 這大概是我第一次 真的把社群GIS裡面 有關於開放資料精神 跟公民科學這樣的精神的地盤 比較完整的在一個政治的場合 上面去分享 那就是在2022年這個 2022年這個研發會上面 去做這個分享 然後我想這個 這個目的主要是讓 國家的這些來參與 所謂開放資料的 所謂的使用的團隊 可以知道說 我們過去在台灣 在講開放資料的時候 以政府單位的立場 他會希望成功 政府開放很多的資料 從各個政府部門 所以很希望大家來用 所以呢 每年都會有類似相較為聯合 那我們的目的是希望說 在這樣的場合裡面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不僅僅是去用 國家開放給我們的資料 更重要的事情是 當在地的團隊 在地的學校 建構了自己的資料之後 我們也可以變成是 一種開放資料 也就是說 今天的開放資料的這個環境裡面 不是只是由上而下 有這種開放資料來給大家用 更重要的事情是 大家建構的資料之後 是由下而上的開放給大家來做使用 那這也更加符合了 Open Data 的精神 所以我想今天這個場合 我覺得更是 有必要來跟大家來教養 也很感謝大會 再次感謝大會 到我們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才是真正 我們在講社區GIS的進程 有下而上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開放 讓大家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的事情 那今天我大概分幾個部分 來跟各位來做分享 第一個部分是跟大家很快的 聊一下什麼叫做社區GIS 那第二個部分是跟各位介紹 有關於我們的一些案例 因為我想講理論總是比較枯燥一點 但是重點講理論讓各位可以知道說 其實剛剛提到的這個社區GIS 是從中間開始倉議的 那在這倉議的過程裡面 事實上也代表說 它是一個具有學理 依據學歷架構的一個方法論 所以我們把這樣的方法論 放在地方之後 可以能夠比較有說服力的 去邀請地方的待會 來做這樣的一個影片 然後最後會 這個部分來跟各位分享說 如果各位聽完之後 你覺得這個社區GIS還蠻不錯的 我想要在我的地方 我的社區 或者是我的學校裡面去醫療的時候 我會怎麼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部分大概都會分三個部分 來跟各位來做分享 好 這一張我想快跳過去 因為它會做到這邊 也加上上一場的介紹 其實它對於GIS一定不陌生 重點要跟各位講的是 GIS這三個字 從以前的所謂的地理資訊系統 到後來的所謂的科學 到現在的服務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FuPenta UberE 或者是計程車等等 事實上現在大家都很喜歡這個服務 所以中方式也是下面這些事情 就是說上面的是 你教會書 你會看到的一些定義 我要跟各位分享是最公平的兩件事 叫做GIS其實現在帶給大家 是所有的數位的創新的生活 跟所有的生活的大數據 這個大數據是各種的印象 你的消費的數據 你的地方的倫時產業 地方的發展的脈絡 這些其實都是大數據 而且人物這方面的大數據 更是更貴重的針對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物的資料 基本上它是比較沒有結構性的資料 所以透過社區GIS的方法論 我們盡可能讓這些資訊 慢慢的變成是有結構性的GIS的Data 然後透過地方的方式去發展 所以這些生活資訊的大數據 會是未來的很重要的所謂的地方 跟數位的資產 是地方所共同留念 好 那今天來跟各位聊一下 我一開始先講什麼叫做社區GIS 另外一個叫Combinetic GIS 那我們來看一下 Combinetic GIS剛剛提到的 大家知不知道國家有一個很大的國家的地底資訊系統的建設計嗎 從美國70年開始 我們叫國圖資訊系統 我們叫NGIS NGIS裡面其實它產出了非常多的 有用的對民眾來講 很方便的也很重要的基礎GIS的組織 譬如說全國的門牌資料庫 譬如說前幾年大家會很注意的 布朗移化的資料 避震斷層的資料等等 包括這些航空照片的資料 也慢慢的收入在BGIS這樣的平台裡面 所以基本上國家不缺由上而下的NGIS的資料 然後但是缺了是什麼 我們從這個尺度來看 從國家到鄉鎮 我常會舉這個例子跟各位來分享 大家知道全台灣有多少個鄉鎮嗎 368 再往下看 全台灣有多少個村里 7000多 7000多 對這個有Open Data的精神 7900多塊8000個 所以各位可以想想看 我們在講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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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一個村里 兩個村里 或是一個生活圈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 放不讓大凡算 全台灣可能會 最小的生活單元 會可能達到5000個或6000個單元 而這些5、6000個單元裡面的生活的故事 地方的資訊 國家一定有辦法 你建設這些圈 基本上很難 所以很難因為有很多 人力的問題 時間的問題 長期的經費的問題 所以呢 社區GIS就是希望怎麼 我們是由下而上的 來建構地方自己的資料 各個密箱的資料 然後呢 可以跟中央 中央或是地方政府層級的GIS data 可以間接在一起 簡單講 我們把中央GIS 希望能夠把它補起來 所以我想這個是社區GIS 一個很重要的進程 所以主體是誰 主體是地方 也就是說 社區GIS的主體是由下而上 然後主體是在地的群眾 在地的群眾 在地的群眾都包含在座的各位 跟在網路上看直播的大家 你們都是在地的主體 像剛剛上一場的講的說 他來自於鹿港 所以 舊鹿港來講 他就是鹿港的在地人 所以當我們今天 假設要發展鹿港地區的社區GIS 的時候 可能會有鹿港的文史協會 會有天幕工的人 會有學校的師生 當然也有在地的群眾 所以他就會是這個 社區GIS裡面的一環 然後 很重要的一點是 現在是一個網路的時代 所以社區GIS一定是 所謂 採用數位的角落跟流程 然後採用現場協會 因為是一個社群 所以很符合今天 所謂的 我們用社群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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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協作的概念 來建制地方的產業 這就是社群GIS的發展 當然這個是2016年的時候 從中以後 因為我們那時候 倡議在做的 我後來 2021年成立的 資深數位的話 是有限公司之後 就更積極的在推論這件事情 所以請各位記得這張口影片 整個社群GIS的方法論裡面 經過這幾年 更加的 比較成熟的 也比較經驗之後 大概就是四個方向 第一部分叫收資料 就是收 我們去挖掘地方的DNA 來連結地方 建立地方的社群GIS的基礎 接下來是存 首先就是 各位可以開始設想 你們現在所看到的資料 數位的資料 或是你們已經參與了 Open Data 的社群 你們所建構的資料都存在哪 各種面向 OSN 可能有存 然後屬性的資料 照片資料可能存在 Wikidata 或是Wikidata 上面 除此之外 所以存這些事情很重要 要有數位的環境 來存這些資料 所以當然我們會希望 是有一個數位的GISM 平台 來支撐這些視覺化的一個程度 所以收資料 存資料 最後才能夠去取用它 取用的時候 它就很關鍵 今天我們在做 你們在我們自己的生活圈裡面 我們會碰到自己 鄰居 叔叔伯伯阿姨 爺爺奶奶 還有我們的小孩子 你就會跟燈區下有關係 跟地方的社群有關係 跟地方的店家有關係 跟地方的巨公所 鄉公所 農會等等都會有關係 所以當他們要用 地方所產自出來的資料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平台去取用它 所以在取的階段 他就會用得到 最後一個是 剛剛是取 最後一個是用 怎麼意思 現在我們都在講 社區總體營造 慢慢的進到所謂的地方創生 所以不只是地方創生 地方的輕旅行 散策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 交易 防災 環境議題 等等 他都需要用資料 那這些資料在哪裡 可能來自於像 水寶魚這樣的 BGIS的圖牌 可能來自於 文化部的 國家文化記憶庫的 品牌等等 可是 既然是以社區為 獨解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 就像水寶魚的BGIS一樣 透過API 讓這些資料是 接到地方自己的圖牌來做資料 而不是你要看 三角的資料 你要看自己地方的資料 你要到那個平台去看 所以你會變成什麼 你要看文史的資料 你要到國家文化記憶庫去找 三角的資料 你要看防災的資料 你要到BGIS裡面去看 三角的資料 所以社區價值 既然是以在地位群眾 為入境的情況下 我們就希望是 這些品牌的 跟三角有關的資料 能夠借接到三角自己的平台上來 讓你可以完整看這個資訊 所以 收成取用就是串聯跟貫穿的 整個社區價值的操作流程跟精神 所以請各位夥伴們 或是各位朋友們 你們可以記得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你們可以開始 在我接下來的分享裡面 試著去想想看 你在你自己的地方 在你的社群 在你的單位裡面 你在收成取用的哪個階段 可能是複合的 你可能在收 你可能在收 你可能在收資料 你可能在授課 你可能在做天野調查 你可能是後面的 教育的層次 這個層面的人 所以你可能在取資料來做使用 最後你可能在做創造 做文化創意 做地方創生 或者是協助做地方創生 或者是你是一個公司 你就在信服的地方 或許你是社區大學的志工 你是藝術紀念館的志工等等 你都會在整天找到你的角色 所以我想 這種部分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流程 我今天會花比較多時間在這個面向上面 是讓各位理解這個事情 所以 當大家了解這個流程之後 就會開始慢慢的接收到 我要跟各位分享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社群價值就是一個 由效而上的資訊的基盤 那我們希望能夠透過社群的參與 才能夠能量跟這些資源 所以後面的案例裡面 我們會讓各位知道 我們怎麼跟地方的學校 跟地方的社群 跟地方的NGO 跟一些夥伴們 我們共同去 透過社區價值的方式 在各地去做一些 這樣的基礎的建設 所以請各位記得這兩道話 社區價值是一種 賠利地方 也在陪伴的地方 陪伴很重要 我們都這個方法 我們可以陪伴的地方來做 過去我還在中文院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碰到一個處境 就是中文院昌立的社群 居然跟你說 這個東西很好用 我給了你一個白理書 可是能用不用 整不用 你們自己做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陪伴 為什麼 因為中文院是 基本上是做學術研究的單位 我不肯定是陪伴的社群 所以有時候會講 你的白理書 你的建議寫的在晚餐再好 可是你沒有陪伴的地方 沒有陪伴的地方 沒有陪伴的地方 配合做事的時候 其實地方也是很難接的上手 所以我想這部分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第二個部分是 這三個話 我們通過社群最愛的方法論 讓陪伴的地方的過程 讓地方用這些知識 各種知識 自然的知識 人魂的知識 做所謂的數位化 資料固化 跟空間化的知識 什麼意思 你可能有很多過去的紙本的資料 所以我們把它做成一個數位化的data 最後呢 那個就很像wikipedia一樣 資料固化呢 就很像wikipedia 變成wikipedia 變成wikipedia 變成結構化的資料 最後呢 因為要跟GIS 跟空間結合 所以有一個叫做空間化的過程 所以基本上 設計GIS 在陪伴的地方 做行 就是做這三件 三個話 數位化 資料固化 空間化 用這樣的方式 讓大家的 這些地方的知識 地方的資訊 都可以 轉移到數位平台上 所以呢 它當然就是一種 數位人文工具 我們現在 數位人文這件事情 已經變成一個顯學了 然後 它就是一個 數位人文工具 然後 善用國家的一種 平台的概念 那種 講故事的方式 來讓大家 把自己的故事 結構化來講出來 其實剛剛BGIS 我發現很棒 BGIS 也在做這件事情 叫講地方的故事 它也提供這樣的一個環境 來講這件事情 那更重要的事情 是我們透過課程 透過活動 讓地方的民眾 有比較一致性的方法的流程 來講地方的各種故事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很重要 那 集結起來就可以做很多 右邊的事情 我想就不列舉 各位可以去設想 開始去許願 你們的 你們的關注的事情 怎麼樣在社區GIS 這個大圈圈裡面 可以去使用 我想基本上 都可以實現 那接下來 我們來談談 所謂的數位的生命週期 數位資訊的生命週期 特別講的地方 各位可以回想一下 你們一定常常通常講的事情 你可能 調查資料 你可能在寫你的 大學的作業 可能在寫你的 說是論文 你做了一些體驗調查 做了文件的法書 然後呢 你可能做了一些分析 然後最後要做組織 結案 報告要存起來 打案要存起來 最後呢 要去做這些 有些你可能是為了做展覽 做策展 去收集資料 這個流程有沒有被串起來 大家在心裡可以想一想 通常呢 我們在各地看到的狀況 這些流程是斷開的 你可能在做體驗調查 為了做報告 當你報告結束的時候 你的資料就怎麼樣 收在你的硬點 收在你的報告書 你就收起來了 就沒有了 就不會再過去的發展 你可能是一個測展單位 可能是一個國務館 你為了一個展覽 你做了前面的調查 做了最後的展覽 展覽 展覽結束了 測展 測下來 這些資料有沒有回到數位資料部 大部分沒有 少數分有 現在越來越多 因為我們現在設計價值 慢慢來追蹤 所以開始有這個關鍵 你再做得越來越多了 好 所以 關鍵會存在這裡 就是存在哪裡的問題 所以沒有存在這個展台的時候 而且特別是地方展台的時候 這些訊息 這些流程所產自的東西 它就會各自回到自己的檔案櫃 各自的硬點裡面就主導 它沒有辦法變成一個流程 所以請各位記得這件事情 以後 如果你們真的對社區價值有細節 願意一起來共襄盛舉的時候 請各位記得這個觀念 不管做任何事情 最後一定要流動到這個承載這個階段 你做了展覽 做了展示 做了後面的 不管是地方創生等等所有的議題 這些資訊最後要回流到 一個屬於地方的數位平台 那這個數位平台就是社區價值 對於地方來講 最重要的一個具體的數位價值的建設 就是你要讓它有一個地方 可以把資料放上來 所以當我們在座 今天如果全部都是三峽的民眾 你每個人都可以做一個三峽的主題 你做三峽的美食 做三峽的地景 做三峽的自然環境 那你做完的資料 我們在匯整到哪裡 就是匯整到家的平台上 後面會跟各位講這個 我們是怎麼做的 所以這個生命做起來很重要 過去就是計劃結束了 報告結束了 學期結束了 就結束了 你們可能有參與學校的育和小計劃 可能參與教育部的前導計劃 可能參與高校生分計劃 可能參與很多很多的相關的作業等等 所以大家可以開始設想 這些東西有沒有一個可能性 回到你們的地方自己的數個禮拜 OK 好 所以我們從收、存、取、用 來跟各位做一個細部的分享 在收的階段裡面 我們這個在座位有我的夥伴 也在現場 這個是我們跟社大還有地方的民眾 我們去做經驗調查的時候 就結構的資料 包括在參加的夥伴參與社大的課程裡面 我們去做很新的流域製作培訓 然後帶著老師們就會帶著學員們 實際的走行到地方去 那這些相關的資料呢 在收的階段裡面其實很多 所以我們要透過這些方法 透過剛剛講的社區的方法 把這些資料 透過GIS的結果 把它結合起來 然後聯繫起來 更重要的其中一個關鍵是 我們在收的階段 就讓地方的夥伴 變成不是只是你的受訪者 不是你的報導員 而是讓他們變成我們的地方的夥伴 所以我們會透過什麼 聽點調查的工作坊 教育訓練 然後分享各種的解說 讓地方的人就知道說 我不僅僅只是坐在那邊 等你來訪拍我這個角色而已 我可以真正的貢獻 地方的知識 把這些資訊提供出來 透過你教我的GIS的方法 我把它結合起來 然後它就會變成是 地方知識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收的階段裡面 就是要想辦法 擴大我們地方的夥伴的圈子 而且有時候在不同的議題 你透過計畫進到地方去之後 你不了解地方的人帶關係 你根本無從問題或無從調查 所以當你把這些人拉進來 有團隊調查的夥伴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很多的團隊 等的核心的key person在打 那這些就會讓地方 只要有個建構起來 所以我想想到一個水溝蓋 這個背後的故事 我們當天在龍潭 光看這個水溝蓋 就看了一陣子 為什麼 因為水溝蓋上面 突然間有非常多的故事 這裡還可以各位 後面也可以到 山崎亞街走走 上面有非常多的水溝蓋 裡面做老師的作品 然後各方面 其實都有水溝蓋 這些文化跟故事很美 所以你光一個水溝蓋 就可以講很多的故事 可以連接到很多的團 所以以後 我們看到人家在看地方水溝蓋 是要像他自己 因為他是真的在想要深入 那些一個地方的文化 然後我們也跟學校老師 可能是學校的共備的課程 真能的課程 透過像地方的物質工作者 社群 來做這樣的資料對比 所以這是收人階段 好 接下來 純喔 那阿晨在哪 剛剛前面有提到 中文學院的MIC 大家可能都會用到 但是這是其中一個 那國家有所謂的地方 創生資料物 這也是其中一個 BGIS也是其中一個 所以在純的階段裡面 除了純來自於地方 天野調查的資料之外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各位回想一下 你們知不知道 你們自己關注的地方 或是你自己生活的地方 到底有多少國家的開放資料 是跟你們地方有關的 很多人不清楚 所以我們通過收跟存的這個階段 除了讓大家能夠產自地方的資料之外 更重要的事情是 讓大家知道 你的關注的地方 到底有多少開放資料 是現成 是現的 好 比如說去年 我在協助一些社區大學 在做他們的資料轉移的時候 我都會問他們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因為他們通常做文史的年紀會比較 比較大一點點 可能五十歲六十歲 我都問他說 請問你們有看過你們家 這個家園 民國三十年到五十年間的 航空照片的能進去嗎 大部分沒有 所以這個問題我今天給問在座各位 不管你們來自於哪裡 你們有看過你們的家園 從民國三十年到民國六十年之間的 航空照片可以看到你的家園的 以前的地景地貌的 讓我們知道的效果 等一下只有一個問題 兩個問題 所以大部分都不知道 這個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大家都有很多的時候 不曉得國家有多少開放資料 是跟你們的家園有關 那跟各位講 早期的航空照片 從民國三十年到六十年 六十五年中間的航空照片 現在都點常在哪裡 都點常在中央年九月的 畢業能源 這個是過去我們在中國 國家數位點檔之後做的成果 所以我現在都跟地方的 居公所、相公所、社區大學講 如果你們有需要 趕快去申請 為什麼 因為你才可以看到你家的早期的樣子 你才可以推測到 早期的文史的脈絡裡面 去看你的家園 所以慢慢的 你透過這個方法 就會讓大家知道 要把這些資料集結起來 再透過GIS方式的處理 你就可以達到相當的 預期是談到的 可以套諜啊 可以看到這些資料 可是如果裡面有這些資訊了之後 你根本不再要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方法 就是讓大家在做資料 或跟結構化的過程裡面 同時可以知道 國家的開放資料 有哪些是我的地方的所有 這邊是一個例子 某一個政府單位 過去曾經委託學界做了地方的文化資源的調查 以村莊為單位 然後也是用GIS做 做完之後他給出這樣的地圖 每一張地圖裡面有它的圖例 有寺廟 有墳墓 有俊道 有古蹟歷史建築等等這些資訊 好 十幾年過去了 當我們當時在建議這個單位說 過去這些GIS的資料很重要 你把它拿出來 建構到你自己的GIS平台上面的時候 發現一件事情 那個成果報告書裡面 資料有什麼 這個地圖的PDF檔 GIS的答案沒有交回來 回去問執行團隊 助你們都畢業了都解散 所以這些資料都找不到了 所以這個單位只能做什麼事情 把這樣子的紙本的地圖 用GIS方式交正到GIS的軟體裡面 再把裡面的點線裡面重新再點回來 所以這又構化了很大的共同 所以各位腦海裡面非常好我剛剛前面講的 資料生命周期 如果在資料調查的時候 這些GIS的資料就有攪回來 放到Data Base裡面去的時候 就不會有方便這個資料 所以通案道理 今天在地方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知識 已經在做數位化的工作了 那在做的工程裡面 如果我們可以在更前面的階段 讓大家知道一個更好的 數位的統一的做法跟方法的時候 這些資料就可以匯整起來 舉一個例子 在做大部分的年輕人 你們都知道 拍照的時候 可以把你手機的定位功能打開對不對 所以打開之後的意思是說 你的照片就會很重要 所以今天你當你拍了五百張 一千張兩千張照片的時候 回過頭來你可以很容易 就匯整這些照片的空間位置 可是當這些事情 你回去你的社區 你的地方 問你的隔壁鄰居 叔叔爺爺奶奶的時候 他們一天到晚在你的鄰近社區 拍這些昆蟲 拍這些植物 拍這些生態的調查 這些照片有沒有做 不要很多可能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在第一線 在收的那個階段 就跟這些人說 我教你很簡單 我跟你講一下幾分鐘就回了 然後以後你所有拍的照片 都有做到 那你是不是等於 那地方所有的人都變成 地方的眼睛跟手還有腳 他到處去走到處去拍 這些資料都可以回到你的空間上面 所以這件事情是一個很小的事情 但是很關鍵 所以我想這個是在 純的部分 我們就讓 盡可能讓這些資料 剛剛講的三個化 數位化、資料固化、空間化的過程 好 在收跟純的過程 純到取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有很多的階段 叫做講故事 講故事是一個比較沒有壓力 沒有束縛 然後大家比較願意會講出來的一種方法 所以呢 你如果讓他做在那邊 正經為座 聽你錄影訪談 可能那個效果不見得很好 可是你可以透過 這樣的記憶的回應 讓他去講自己的故事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所以我們現在就大量去使用 所謂的講故事的方式 來讓大家去建構這些資料 所以透過既有的這些 最開始的資料的圖層來源 然後讓大家來講自己的故事 那這中間就會有一些矛盾 因為我的記憶跟你的記憶不一樣 這條路以前開在哪裡 這個店面以前是做什麼事情 老人家的想法會不一樣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過程 所以通過這一過程 我們就把地方的故事 1.1的點擊下來 那現在可以講故事的平台越來越多了 從內政部資訊中心的地圖協作平台 到國際的GIS的大公司 A3的Story Map 到國家文化的記憶庫的時空旅行社 到剛剛BGIS講的故事平台 其實有很多的平台都可以講故事 那重點是講完故事結構完整 我們要回流到地方的平台 那我現在比較常用的是 面政部資訊中心的地圖是一個平台 因為相對也講到什麼 還是比較低的 好 這邊是一個數據 讓各位知道一下 現在全台灣的地圖協平台上面的故事 大概有7900多個 那裡面跟社區GIS有關的 大概在240多個 沒有很多 但是慢慢在增長 去年我在開放資料研訪會上面的時候 占的比例是29% 現在已經慢慢升到3.1% 所以慢慢再往上升 所以各位如果認同社區GIS做法 其實慢慢我們可以很快的 讓這樣的數量會大幅的提升 那提升的目的不是為了好看 而是說代表說 你的在地真正的資料 是慢慢的被建構到一個 結構化的一個平台上面 那為什麼要講內政部呢 因為很簡單 第一個 民眾時間不用請 第二個 地方沒有所謂維護成分 那你們可能會問說 那如果我們來跟內政部這個平台關掉 通常擔心不會發生 但是就算關掉了 我們在講這方法 所以我們沒有A方案 就像電影裡面講的 A方案行不通 我們就會有Plan B Plan B不行 我們就有Plan C 所以我們一定會有取代的方法 重點是那個觀念 各位要記得 當我們有這樣的一個一個的故事的時候 大家開始想 今天如果參加有50個故事 我們就會在那個圖台上面 會有50個故事體 50個框框 難道我們要讓大家都上去這個圖台 去看那50個故事嗎 當然不是 所以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把一個地方的50個故事 把它集結到屬於地方自己的平台上面 那現在因為資訊的串接 API這種方式其實很承受 所以我們可以做這件事情 關鍵是知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們把它串結起來之後 它就會有自己的這樣的平台 我們把50個故事都集結到一個地方的平台上 再加上多時期的歷史的資料 可能來自於冰淨水 可能來自於中文院 所以我們就可以讓地方的土台 變成是一個有時空背景的故事群台 那這個轉換其實技術上很少 為什麼 我們只要讓大家在上面講故事 講完之後透過這樣的流程 我們把它串結起來 就變成所謂的在地自己的故事的 所謂的生活的平台 地方生活的平台 這個就是取、收、存 然後把資料舉出來 放到地方自己的平台上面來 最後就是用 好 用就很多了 立體模型搭乎摸層 可是如果今天你要立 我最近看到坊間也有在這樣 客製化做立體模型的一個公司 這樣的立體模型 知道的就是來自於電線部的必正性 等20米的開放資料 好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地方在做EOS 做跟地方結合的這些議題的時候 他需要到不同的鄉鎮去 比如說左鎮 左鎮最近一個新聞 開了全台灣最後一片鄉鎮的7 所以市場也去減產 好 所以左鎮就要在這裡面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三兵的模型 去列印鄉鎮的地形出來 要做什麼 方便團隊帶著那塊地形 到我的現場去跟地方指認他的地方知識 所以就會像這樣一樣 不公平把他去指認 然後最後這些資料可以彙整起來 所以這些資訊都會是在用的階段 那用的階段我們怎麼樣 把前面所收集的資料 讓他沒來做使用呢 基本上就是透透GIS的方式 所以像這個例子是以前 我在中間服務的時候 我們做的案例 這個是一個模型 然後這個模型裡面 就會有三十幾種GIS的圖層 用投影的方式投射在這個模型上面 所以一個模型是固定的辦法 可是上面的主題跟故事 可以有很多元化的發展 那在當時我們把這樣的案例做出來 其實現在很多博物館 包括庫峰、庫峰、南岳 他們都大量的在使用這樣的技術跟概念 也就是說他就要求他們策展的 委外廠障 我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請你幫我地形同行 請你幫我把GIS的資料投入上去 所以這樣子的資料 接下來問題來了 內容在哪裡 當你在講地方的事情的時候 內容就是來自於地方 所以我想這個事情是非常關鍵 所以我們就投入很多的方式 就是剛剛講可以辦地方、可以立地方 所以我們會辦很多的 講做短期的工作坊、長期的工作坊 短的可能有半天、一天、兩天、三天 長期的到一個學期 18堂課的時間 讓地方個人來做這樣的事情 學習跟轉移 然後也跟很多的地方簽署一些MOU 我也跟很多的學校簽合作標忘錄 然後共同來推動這些事情 那我們MOU大概就主動在這兩大面這樣 可以立地方協作 讓地方文化資源能夠有三個化的能力 然後能夠學習工具 用地圖模式來整理 所以我們來看很多很多的課程 來做這些事情 好 所以透過國家點餐或是地方的材料 透過地方的社群 我們來做幾個流程 第一個流程就是讓它講故事 懸疑共底講故事的方式 講故事之後就可以集結到什麼 地方的生活地圖 就我剛剛講 屬於地方自己的生活地圖 然後再進一步 後面又跟各位介紹到 再進一步 我們把這些生活地圖裡面的故事 經驗之後 就把它變成一個數位總統的概念 所謂的數位總統就是 它可以真的來做導覽解說 讓人家來到這個地方 真的可以去理解這個地方 不管是自主性能 或是參加一個導覽流程 都可以 所以透過這個數位總統的數位材料 來做這些事情 最終其實有一些夥伴們 就會想到這些事情 我要了解一個地方 應該有屬於地方自己的平台 我估計把它稱之為 所謂的數位創生系列的平台 數位創生三峽 數位創生佐證 數位創生入榜 那這個裡面的資料 就會來自於工部門 來自於地方的資料 所以這是一個地方共同使用的一個平台 不是專屬一個 譬如說地方文化局所建築的資料 或是屬於文化局所建築的資料 不是 它是屬於一個地方所共同維持的體訓的一個平台 好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我們的夢想 現在我已經坐到這邊了 所以慢慢我們希望今年到明年 2023或2023年 能夠有一個地方的數位創生能夠作獎 那三峽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我們群測群定 所以很有機會 在這一兩年 可以把三峽的數位創生 能夠作獎 這個是我們的希望 但找到線上是蠻好的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案例 基本上沒有像BGS那麼漂亮 但是我想重點是裡面的資料流動的流動 所以我們有一個三峽的文化地圖 就是把剛剛所講的 不管是你在電腦或是手機上面都可以看 然後我們就會在每一次的課程 每一次的活動 讓地方的資訊累積起來之後 就往這個地方集中 所以你不管在任何地方做了三峽的資料 之後它會集中到這裡 讓大家可以看到三峽的資料 所以這裡面有退休了國中老師的知識 有高中生的知識 有台北大學的知識 有地方的知識 有社區大學的知識跟資料都在這上頭 所以它是一個集結的一個擴展 好 那這樣子的概念 現在在台灣有兩到三個這樣的生活地圖 所以我們會慢慢的擴展 讓每一個地方都有這樣的生活地圖可以去做示範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講的 我們把這些生活地圖的內容故事紀念之後 就會變成一個數位總統 那有機會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屋部台灣是我公司製造的一個品牌 它的概念就是希望說可以搜羅全台灣各地的 精選或兒的這些種族的路線跟內容 那這個種族的路線有可能是來自於地方集結起來 清理你的路線 或者是說像成峰大學他們的 帕州台南的這些相關課程的內容 就會都轉移上來 好 那各位這樣報告知 我們就會是有一個數位總統的專區 去搭配一個獨立的獨牌 去做這樣的一個導覽解說的利用 今天因為時間關係可能沒辦法直接demo 但是讓各位知道說 你們可以上去看看 這個部分慢慢來進行當中 好 接下來很快讓各位帶過去 就是現在我們在哪些面向上 或是哪些單位開始來做這樣的事情 第一個部分是 就是剛剛講的2021年是蘇維海參學年 所以我跟台北大學歷史系 還有台北大學海參學的一些東西 我們就這幾年都來上類似的課程 所以通過課程的方式 有大學生、有作師生 然後大家從一個學習的課程裡面 來蒐集地方的DNA 就像剛剛早上配信一年 就跟大家講的 東西一直在蒐集地方的材料 所以我們透過同學們的收課的過程 讓他們實際去也在重新的梳理跟整理 所謂的海參地區的資料 那可能駐北部的朋友 我們可以講一下海參學的範圍 它從基堂、海參的這個 海參保的這個概念的範圍 其實就是現在的土城樹林、三小櫻跟中有 所以現在是一個很大的範圍 所以這些學生很辛苦 他們是分組 有的負責中教組 有的負責自然環境 有的負責空間休閒組 所以它一個組 它要調查的範圍是這麼大的 土城樹林、三小櫻跟中有 當然是基礎資料 所以通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在期末的報告之後 他們就把資料集結起來 當然大家已經知道了 報告結束之後 這些資料都上到哪裡去了 三小的生活文化列寫回去 它就會彙整起來 那這些人都是種子 因為這些同學在做基礎調查的時候 他就會帶動他的室友 帶動他的爸爸媽媽 然後他就會讓這些人 祭台一起做調查 就是我剛剛前面講 收的介紹 不是你自己來做 我們讓地方的夥伴都記得 所以我聽他們分享也很感動 因為他們的室友 自己的爸爸都跟著他們自己來做這些調查 所以這個是算是不錯的一個收穫 那這邊是台山學院中心的建築王主任 他今天有點有事 所以就沒辦法過來 好 收完資料都要存 所以我們就讓同學們講故事 講完故事之後 最後再把它存到 剛剛講的 現在講的 所以他的流程就是很 最燙龍 收資料 存資料 然後用資料 取資料 等等 一貫的作業就做下 所以就會有這樣的老數啊 各方面 跟各位講 在做這個課程的同時 我同時也在三英社區大學開同樣的課程 所以另外一群也在做同樣的設計 可是這是不同的主題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設計學校的方法 同一個半年的時間裡面 一批台北大學群就在做 一批三英社大的學員 另外的夥伴就在做 可是我們用同樣的方法 再建構三下的資料 過去這種做法 在地方來講 可能不容易產生 為什麼 因為大陸各做客人 這些實在是沒有辦法規制 可是因為剛好都是我上的課 所以我可以同時讓這些人 不管是欄位的規範 或者是作業的規範 都會有比較一致性 所以各位教授老師 來建構一下這一堂 好 然後 高中教師認真的 這幾年我們陸續辦了好多場 有線上有實體的 從高中端 他們有108年課綱 所以來上課的都是老師們 他們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學習 社區最愛的方法 然後讓他們學習有一個人帶回去 教他的學生做這些作品 甚至做學習單 做所謂的現場的這些類似闖關遊戲 這樣的方式 透過已經建構的地方的圖牌 來做所謂的看就是做學習的課程的內容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慢慢的 我們就來上課是一個老師 可是他會在他的上課的課程裡面 帶動了30個40個50個學生 所以這樣的真能的課程 各位啊 猜猜看滿有趣的 一個學校的老師 各位都會有這種概念 一個高中 公立高中的老師 大概有多少位 大概都在7到80位 甚至90位的老師不能 所以像這樣的真能課程 大概每次來上課都會有50位 到80位不等的老師來上 這個社區教練的真能課程 所以各位你們可以想想看 這樣子的散發效率會有多大 80個老師來聽課 聽完課之後 他一個老師可以帶動 20到30到50個學生 這樣的效率都很大 而且他會同樣的概念來做 好 然後呢 流域最近我們在跟社區大學 還有地方我們在做個流域的概念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要講快一點 所以流域的概念其實就是受損局 所以我們這張圖很漂亮 是台北大學跟三英社區大學 還有地方的文職工作團隊 大家一起建構出來的一個地圖 很漂亮 但已經發握很大廠道 地圖先做出來 可是在地圖做出來的 在硬質的同時 我們就請他先把數位置的QR Code先放進去 不礙事 為什麼 雖然當時時空背景 數位置的還沒做 平台還沒做 但是沒關係 我們先把這個QR Code留下來 當作是一個紙本地圖的延伸閱讀的一個空間 但是呢 這個紙本地圖做出來之後呢 我就在我的課程裡面帶著學生 把這個紙本地圖的內容 做 剛剛前面講的三個話 數位化 資料固化 跟空間化 讓這個紙本地圖裡面的內容 能夠 跳到數位的資料固裡頭來 我們花了一個學習的時間 讓同學們學習 什麼是GIS 什麼是社區GIS 學習怎麼操作QGIS 學習怎麼做故事地圖 然後去做田野調查 把這些內容去做展滑 然後有一些人 他也是原本的這個紙本地圖裡面的作者 所以通過這樣的方式呢 我們就讓這些實作 然後慢慢的把這些資料建構下來 然後舉動標準 剛剛前面講的一個 跟VT PDR的這個社群一樣 有一個很大的社群 叫做LAS的思維園地圖的社群 那它們也在推所謂的舉動標準 讓它可以在上面呢 自己上自己的照片 有座標的照片 然後可以用一個資料級的概念 把一個地方的照片 你會彙起來 所以我們就去刪用這些 每個收集跟資料的有關的這些數位工具 把它建構起來 那 比如說我社群GIS 你會看到 我的社群GIS的資料級裡面 它會有到金門 因為我到金門大學去上課的時候 演講的時候 我就會帶著金門大學的學生 教他們直接用這樣的方式來建構資料 所以這些資料就慢慢的建構起來 所以 很快的去過資料 就會用這樣的方式來 慢慢的有效的這樣聯繫起來 你沒有用過I-Nature List 中文叫愛自然 如果今天你是比較關注在植物 或是動物的這樣子的對象的夥伴 或是朋友 就會先用I-Nature List的這樣的一個APP 那它非要是由國家地理頻道 跟國外的Foundation來支持的一個APP 很好用 更重要的事情是 你不知道它是什麼動物 植物或種花會都沒關係 你就開它上台 會有人幫你看看 會有人幫你說 它是什麼植物或是什麼 所以社區植物的平台 你看我們的照片已經遍及到 幾乎是去台灣的每個縣市 大部分都有 所以我們在做社區植物的過程裡面 其實就是在這幾個地方之間開放之後 很重要 然後各種的這些動物植物這些資訊 都慢慢都借過起來 好 所以當那資料有了之後 它就會透過我們的規定 就是大家討論出來說 那整個流域 整個大潘系來講 從台灣的大系到圖層 樹林三小英哥 要有這些類別的圖層 大家分區 可是用同樣的概念 同樣的分類來做這些資料的匯整 所以最後我們讓那個資本的地圖 有了160筆的數位資料在我們的數位資料平台上面 可不可以增加? 一定會增加 可是你的資本會不會增加? 不會增加 為什麼? 除非你重新再印製這個資本 不然的話它就不會增加 所以請各位記得 你可能正好有一個方法 就是當你出版資本的地圖之後 請你預留一個計畫code 讓它可以延伸到你的數位平台的做法 數位平台可以不斷的update 可以不斷的破綜 可是你的資本可能不會 或是難度 所以要預留這些事情 再提醒我這10分鐘 所以我們就會有這樣子 生活地圖的部分大家提到了 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事情 這個經驗是可以複製的 所以在去年的11 去年的9月 我們就跟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還有新竹的舊港島地區 主線社區大學的大家一起合作 然後來的人都是誰 今天聽說有一合幾個同仁來 當天的活動是10個核酸局的同仁 從工程師到副總工程師都來了 很多人 所以其實對象就是這些核酸局的同仁 所以公共這樣的方法 我們把社區大學的這個集點 就複製到了舊港島 來做這件事情 而且當天我還現場 因為那天我確診 所以我只能在現場 可是這個操作上 跟這個觀念的溝通 實作上就沒有問題 所以一個下午的時間 就讓整個舊港島的資料 跟這個照片 這個都他們拍的照片的點為 一個下午的時間 兩個小時而已 就會有這麼多的初步的資料 所以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回到你的社區 你的地方 來應用社區教學 我們去做這件事情 好 然後社區教學的數位總讀 我們從這樣的方式 讓民眾們在休息的時間 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機 去看那個總讀的 相關的這些文詞 或是導案的解說的內 然後從桃園大西的 2021年的一條路線 到2020的四條路線 我們慢慢的就把桃園大西的這些故事 慢慢的像拼圖一樣把它完整化起來 所以再加上什麼 舊的航空照片的這些整理 所以你就可以在講故事 或看故事的時候 可以看到民國六十幾年 或甚至五十幾年 這些舊的航空照片 可以去還原到那個時候的 文詞的脈絡的地景 去看這些地點等等 那就會讓民眾 會更有感覺 我們的那個故事的溫度 跟它的歷史帶來 好 所以我們也透過這樣方式 把水資源 比如說怎麼樣帶著民眾 然後結合水盒子 然後結合台北大學的 自然資源學系的這些老師們 去做這些水質的監測 然後讓這些資訊能夠揭露到地圖上面 然後JS上面來 那也把它融入到課程裡頭 所以它是我們講的 收成其用的整個環境 都能夠經過得到 包括大人的小孩子的 都會用這樣的方式去理解這件事情 也去實作這件事情 最後一個案 是讓各位知道說 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跟台灣的流域聯盟 流域學校聯盟 全台灣有幾十個大科科館 可能是學校 可能是社群 可能是NGO 那關注的是流域 所以我們跟也結合社區交易 一起在旁邊走 那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我們把 我把 在剛剛講的 內政部的地圖協助平台上面 曾經講過每個流域的故事 我把它盤點出來 那這個是它的ID 我把它盤點出來 所以我把這些透過接接的方式 就把它全部放到了 類似像這樣 就把它放到一個 所謂的 還有過去的一些開放資料 把它集結到 台灣流域的生活地圖上面 概念上就跟剛剛講的 三峽的生活地圖一樣 各位知道嗎 光降的質量就有多少米 目前就有600米的地方的質量 所以如果大家都在做 其實這個集結起來 速度非常快 那這個數據是有限的 可是當社區大學局 有88所 然後現在流域層面 有71個單位 可是我覺得這些地方的 夥伴跟水的故事點 最後是無限到 所以我剛剛講 一個老師他可以扣起到很多的學生 所以我講 這個部分 將來是非常有潛力來做這些事情 所以最終讓各位知道說 我們透過一個社區價值的方法 我們可以去發掘地方的DNA 然後讓各種不同的單位 跟社群跟GO 或者是open data的單位 可以進來 在搜索9月半年裡的挑戰 更重要的事情 我們不是只是在發掘跟使用地板的材料 而是你可以創造新的資訊 跟新的DNA回到的地方 所以它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正向的循環的概念 最後呢 因為實際關係 我剛好提到這邊 各位再回覆一下 剛剛講 設計價值是什麼 一種可以立地方 配搬地方 有效而上的一種方法 跟技術 它既有學術的理論基礎 也有的技術 第二個是 它是以地方為足跡 而且讓地方有所謂的數位化理權 各位想要問會聽到一件事情 老師王文浩 他幫我們介紹地方的這些事情 拍了很多影片 可是他講的 我們都是錯的 為什麼是錯的 因為沒有地方讓他參考 所以當我們透過社區家族的方法 讓地方的人來講自己的資料的時候 無形之中 他就把地方的話語權跟正確性 給他拿回來 大家要參考一個地方的資料 所以他就會知道 從他那邊去看資料 然後透過寫作的方式 來實踐所謂的公平的科學 為什麼在公平科學 因為社區家所產自出來的資料 那是什麼 有結構化的資料 有空間化的資料 所以它是一種 資料的科學立法 這是沒有問題 接下來是 剛剛提到的 我們在做的過程裡面 就讓民眾了解到 到底當地有多少 國家的開放資料可以有 這個很重要 你要 你要了解這片土地之間 你要先認識這片土地 所以你要了解這片土地上面 到底有多少資料跟你有關 接下來是 它就是一種數位公平的舞台 為什麼 因為今天你們聽完之後 你可能有興趣 你想要做這件事情 那社區家庭就是 你們參與地方的一個 公平的科學的 實踐的舞台 我都會講說 我們要給地方民眾 一個數位的舞台 讓它能夠去做這件事情 願意做這件事情 而且它做到的事情可以怎麼樣 可以做這些三個化碼 而且它就是一種 有效上的開放資料 我覺得這個價值值更大 因為不僅僅只是做資料 而是你把 除了國家的開放資料 我們讓地方的資料 變成這種開放資料 跟全世界做的結果 那剛剛講這個舞台 是因為所見及所料 地方的民眾 地方的老師 地方的NGO 地方的學校 他們所放上來的資料 可以透過這樣子的 生活地圖的舞台 馬上就被看得到 有得到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誘引 他們會更願意投入 更願意把資料奉獻出來 然後跟大家來互動 所以所見及所用 這件事情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另外一個叫做 居中心化的概念 就是我們地方 擁有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數位舞台 那當完這些資料 你可以說 我可以建設到B巨師來 我可以建設到其他 中間的品牌上隔離 可是Source跟奶油 應該是在地方 我想這個觀念是 社區在幾個 以下而上很重要的 一個關鍵 最後就是 剛剛談到一些數位走的地方 在整理的過程裡面 就可以讓大家 可以重新的梳理 跟去盤點地方的知識跟文化 最後我們可以做 不同層次 或者不同面向的展現 所以我想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提在這裡 最後很希望說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慢慢的來 讓地方開始做收純 然後進到了終極的收純區 到最後的收純區 到最後的收純區 這個階段 跟大家一起來努力 好 我想我就把時間提在這邊 很抱歉我們 時間短空只剩三分鐘 那待會 因為中午時間 我們都還會在這邊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還可以做交流跟互動 好 先把時間交往給侯月 好 之前有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先開放一兩個問題 因為五大還沒來 五大還在路上 好 我們可以多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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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開心能夠有找到一些同好 然後在這邊 我們都很感動的感覺 那我想請教 因為在 中村舉用這部分 其實剛剛特別強調 希望能夠攝取 GISCP所建立的資料 能夠分享給更多人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關鍵的問題 由上而下政府 會提供一下問題 才去做處理 那由下而上 目前的這個資料儲存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放在哪邊 理學保學這邊要來講 理學保學這邊要來講 理學保學總共能實成證明 那理學保學來講 目前的做法是 我們在106年其實有些 105年間見的 一個叫V型像的一台 其實就是把相關的照片 做地體相識的標註之後 然後做成APIT 或給其他的人 那我們也努力 相關的民眾 能夠把一些地方的一些地景 因為我們比較強調是地景的這個部分 人化化有一些相關的 全個問題 並且的部分分享出來 那這個部分 學保學這邊事實上 也有一個B台可以使用 那其他的部分 比如說像剛剛講 LARS的去中標誌 當然也是一個B台 那不曉得 未來的照師這邊 在推動這些相關的 標誌或照片的部分 有沒有其他一些 建議的部分 以上 謝謝 今天這裡教你 戴口罩 我剛剛沒認出來 好久不見 謝謝鄭宇雄提問 其實剛剛講的一個歷史影像部分 這兩邊也會有一個場次來介紹 這是一個很棒的平台 那我想這個部分其實是 本來就是應該大家一起合作 比如說 群眾標誌其實是 LARS的團隊 跟中間域執行所合作 所建構的一個平台 那他的目的也是希望說 我們地方所 大家所拍的照片 很快可以上來 所以如果說今天水保局 願意來共襄盛舉 比如說那個獨享的平台 可以開放更方便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 讓民眾拍完照片之後 就可以直接上傳 然後上傳之後 再投入一天安放資金 借借來使用 那當然是最重要 為什麼 因為組成空間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所以包括群眾標誌 包括內政部支援中心的寫作平台 他現在都是用政府的資源 在建構這樣子的組成的雲端 讓他給上資料 那如果再沒有 其實那些資料就變成是 要有地方自己來籌措 相關的平台或資源來組成 但是基本上不太可能 特別是影像類的部分 這部分的事情 所以如果說今天水保局 願意來結合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事情 對於地方的社區之外的對抗 會更有幫助 因為你現在的歷史的影像 主要是針對歷史的影像 跟一開始觸犯這種災害開始 但事實上我們剛剛講 從人文、歷史、文化的面向 其實有更多的圖像的資料 可以從地方產出出來 但是太亮了 以前你們也處理一些 導演這些相關的資料 但是如果把社區在這個地方 接起來的時候 那個資料的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如果說今天 政府部門願意支持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對地方來講是一個福利 因為地方的資料會一直產出 那另外一次是 我剛剛談到說 地方間生活地圖的這些資料 因為它是基礎在GIS的基礎上 有Homeland Data Base 所以我這邊都會透過API的方式 可以間接出來 也就是說未來在BGS 或是政府的這些 譬如說每個政府 都有自己的GIS的地方的圖牌 他們如果需要的話 就可以透過這樣的話 是把資料再間接回去 它的資料回來 因為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說 社區GIS的主軸都是地方 所以它的需求 它的目標跟它的目的 建構資料的目的 不見得跟工部門是一致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規範它 它要提供什麼資料出來 所以工部門能夠做 我的建議會比較是 工部門就開一個管道跟窗口 讓地方所產生的資料 可以在你的平台上面 可以顏色被看到 可以做資料的 所謂的重整的考論 或是重整的觀察 譬如說我講一件事情 可是這跟你業務有關 因為社區GIS的影響是很廣 台北大學社會科學院 也會有一個想法 在做高齡長者的照顧 所以它會做什麼 高齡長者的照顧的友善地圖 那這些地圖放到地方的GIS平台上 沒有問題嗎 那誰把錢拿走 就不得了 因為政府比較龐大的問題是 因為你們會有你的業務 所以你會選擇進行 或是有些資料不適合收益 所以我想這個窗口 是我們可以借在一起 地方產生的資料 還是放在地方自己的圖案 可是我們會透過 跟剛剛GIS一樣的模式 透過間接的功能 可以開放出來 跟你有關的資料 你就把它借回去 那如果圖像一樣 你會碰到的是 那除了房貸以外的圖 你收不收 跟四年 剛剛講的那個鹿港 比如說遶境的資料 遶境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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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裡收不收 如果收 我們就可以用這房子來上去 那像橘東標柱 就沒有這個局限 只要是講客家美食的 我們講原住民語言的等等 這些資料我們都會往 橘東標柱的地方 或者是往路式地圖去集中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很期待 如果說東部門 特別是水保局 已經發了這麼能量 把這麼好的 給大家結構起來 我相信未來可以讓地方的社群 或者是民眾 可以把這些資料都供進去 好 謝謝這個正義 還有嗎